就在网络星期一的前一天,亚马逊公司公开展示了仓储中心内最新配备的超过15000台运输机器人。 有了这些机器人,亚马逊的打包发货时间可以从原来的一个半小时缩短到仅仅13分钟,存货量也能提高50%。 为了配置这些机器人,亚马逊也是下了血本,先是在2012年以7.75亿美元收购了仓储机器人的制造商, 而仅仅为佛罗里达一个仓库配置这些机器人就耗资4600万美元。